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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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破碎的铜煞残片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修复 我们这次修的是明线石家墓地出土的铜煞 病害状况主要是它有粉装绣石还有断裂残靴 随着发掘的深入石家墓地内一个又一个超出预期的大墓出现在考古队员面前 结果扩出来以后长度可能有个16米吧 快有11米左右这么大了一个这么大一个框子 我们当时觉得很兴奋 16乘11米这么大的墓 我们想着是不是级别很高 是不是能拿天子的级别 当时我们就是私下讨论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考古队员即将探索的是两千多年前隆东历史的一部分 当年到底是何人下葬着石家墓地 是诸侯方国还是部落族群 他们和当时的周王朝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2017年8月 在距离石家墓地300多千米的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内 实验室文保人员已经开始 对石家墓地送来的铜煞残片进行修复 我们现在主要是要把它 它可能先要分析检测一下它这个锈石是有害还是无害的 如果是有害的话 我们通常先要把这个有害锈石先要给它先要去除了 接下来呢我们可能是需要 因为您看到了它这个现在是变形的 我们要把它先要绞形 绞形之后可能存在一些需要焊接呀补配呀这些 这件出土于石家墓地的铜煞 整体呈三字形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由于铜片质地较薄 这件精美的铜煞没能熬过岁月的钦石 这儿有一个裂纹 在出土时已经破裂成多片 文保人员现在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原本的容貌 但是在制定保护修复方案之前 他们还有一系列的工作要做 製作文物保护修复档案 登记文物信息 修复前影像采集 实验室开始忙碌起来 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为了检测分析它这个锈石是否有绿粒子 因为如果要是有绿粒子 它相当于就像是我们人体身体里面的这个癌症一样 它会使得我们的青铜器呢 从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点会服饰它的整个 所以呢如果一旦检测出来它有绿粒子 我们肯定要把它要清除掉 来自两千多年前贵族墓葬中的铜煞残片 将接受现代科学仪器的检测 最终文保人员制定了科学的修复方案 它们将运用机械除锈 配合化学清理的方式去除铜煞表面的锈石 我们这一步呢主要是通过检测分析以后 发现呢它表面没有这种有块锈石 我们现在是用纯净水 那牙刷来先把它简单地清洗一下 清洗以后发现它有很多很致密的锈石 手指刀呢也是扣起来比较费事 我们就用这个解压机来把它去除一些很致密的锈石 由于铜煞材质比较薄 而且器物表面还有纹饰 文保人员除锈石轻拿轻放 不敢有丝毫大意 表面锈石清理后 文保人员开始根据碎片裂痕 进行反复对比拼接 同时需要对已经变形或缺失的部分 所进一步的绞形和修复 铜煞修复完成需要数月的时间 到那时 人们才能见到它原本的面貌 与此同时 远在宁县的考古工地 又有了新的发现 这座编号为M216的墓葬 通过测量 考古队员确定 墓葬东西宽4米 南北长6米 又是一座大墓 墓葬主人会是谁 它和此前发现的M38号大墓之间 有何关系 墓中是否也有七顶随丧 一系列的疑问急需解答 考古队员加快了发掘的步伐 但是事与认为 石家墓地位于 垄东黄土高原上的早圣园 坚硬的土质成为发掘的蓝路红 而且古人在下葬完成后 还会将雾葬田土层层夯住起来 所以考古队员只能一点点 逐步向下清理 明显是航起来的 每次航起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航拨比较多一点 它每次那么航上来的 土特别硬 当时我们挖的时候 那个拿狗头航下去之后 都弹回来了 由于墓葬叫深 为了防止周围泥土坍塌 考古队员还要在向下发掘的同时 在四周不止支撑的钢架结构 从部下第一个探方开始 到发现M216号墓葬的果室盖板 考古队员足足花费了近两个月时间 2017年10月 M216号墓葬的发掘工作 终于到达果室部分 此时距离地表已经12米之深 单式考古队员清理运出的填土 已经相当于一座四层小楼的体积 即便是采用了现代的机械手段 考古队员也耗费了整整两周的时间 难以想象 两千多年前 这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工程 疑问随之而来 一座墓葬为何会被埋藏在 12米深的地下 其中难道还有着 其他特殊的秘密 大墓主人又会是谁 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在地下修建起如此庞大的墓葬 墓葬内又会有哪些 不为人知的随葬器物 发掘继继续 在清理M216号墓葬外观测壁时 考古队员有了新发现 我们以前发现的打击乐器的一个庆语有点像 什么是打击乐器的话 这太小了 这个敲击的东西 小距离这个以往 这个都是太小了 而且是因为它们这么薄 听这个声音也不好听 石家墓地M216号墓葬出土的这件器物 形状与庆十分相似 只有巴掌大小是一种陶制品 仅靠这些信息 考古队员还无法判断它的真正用途 它会是考古队员苦苦寻找的随葬乐器吗 庆是中国古代先民创造出来的一种实质打击乐器 发展到周代 以庆随葬 成为当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城祖的边庆 更是贵族墓葬中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978年8月 考古人员在湖北省隋州市雷古墩 发掘了一座距经2400多年的大墓 墓中出土了包括边中 边庆 秦 色 肖 古等在内的120多件古代乐器和大批文物 通过对出土器物的综合研究 考古人员判定 墓主人是战国早期增国的国君 大墓出土的这套边庆总共32枚 大墓出土的这套边庆总共32枚 分上下两层 依次悬挂在青铜庆架上 全套边庆用石灰石 青石和玉石制成 庆宛如新月 厚薄云衬 与之对比石家墓地出土的 这件类似庆的器物 制作略显粗糙 仔细观察 考古队员发现了更多疑点 面对疑问 查阅资料是考古队员 必须要做的工作 王永安希望 找到更多的信息 来判断石家墓地出土的 庆刑物品的身份 最后我们通过周边 还有其他一些类似的 一些什么珠子 铜鱼 共存的一些器物 我们又翻了一些文献 我们认为石器 它是跟这种鱼是共存的 所以我们认为也是一种串饰 至于它的组合方式 悬挂 怎么组合的 而怎么悬挂的 以后咱们得说 这个对我们比对的一些 应该是什么 找得下石器 而且是一种什么装饰物 我们最后去认定一种 自己叫了一种名字 叫什么庆刑室 最终考古队员判断 这件陶制器物 并不是一件乐器 而是一种装饰棺果的饰品 并将其命名为 庆刑室 小心翼翼成功提取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发掘 很快 他们在外观顶部 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一块不起眼的铜煞残片上 竟然出现了 经纬结构的纺织品残痕 此时 发掘刚刚到达外观的位置 这些意外出现的纺织品残痕 究竟会是什么呢 这个杏盔木把这块颜料 给保存下来了 大家能看到上面 这个就是有这种黄色的 还有这种绿色的这种 什么颜料 比较清楚的 最后根据这个文献 我们相关木造的一个比较 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一种 附着在铜纱表面的一种 材料物一种颜料 而且这种材料物 我们通过分析 它本体本来是一种仿制物 这个仿制物 一个是文献祭的荒围 除了荒围之外 考古队员还在 M216木葬的外观范围内 发现了三条南北向木板痕迹 其位置高于外观盖板 又与四周木条遗存 共同组成一个木质框架 形式观照 考古队员推断 可能与文献上记载的 墙柳形质相吻合 据古籍记载 墙柳是用来悬挂荒围的一种装置 发掘至此 M216号木葬的诸多发现 为我们还原出一套 较为完善的高等级木葬葬俗 在当时的丧礼中 观国下葬前 需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不仅仅是内观装饰 繁入复杂 而且在外观之外 还要先用观树扎紧 然后加上一个硅甲形的木框 也就是墙柳 最后再用丝织品 将木框围起来 形成荒围 丝织品上 还有以陶庆 石被 陶珠 玛瑙珠 铜铃 铜鱼等组成的串饰 按照东汉 经学大师郑璇 对礼记桑大记的注释 如此事关的目的 既是对逝者身份的公开展示 又可避免送葬者 见到逝去的亲人 而心生悲痛 M216号墓葬的发掘 刚刚到达外观 就有如此多的发现 这令考古队员好奇 两千多年前 究竟是何人 可以以如此繁弱的葬俗下葬 考古队员开始期待 接下来的发掘 此时 在距离石家墓地三百多千米的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内 出土于石家墓地 铜煞残片的修复工作 也已经进入尾声 文物修复专家希望 通过对铜煞的修复 获得更多的历史信息 那我们这个铜煞呢 经过前期的检测分析 除绣 还有就是 这个 我们的补配 真接 现在呢 我们基本上呢 这个铜煞就修复 告一段落 目前呢 我们现在呢 是需要把它做最后一步的封户 这一道工序的主要作用 就是避免青铜器 受到外界的影响和侵入 确保在后期保存过程中的 稳定性与有效性 封户与缓释的操作方法近似 需要将铜煞浸泡在提前准备好的 融液中 从而形成一层保护膜 使其表面不被空气中水分 氧气 二氧化碳等物质所侵入 这一件修复后的铜煞 整体呈三字形 由上下两部分组成 下部是一块呈拱形的铜片 上部为三叉形 中间是硅形铜片 铜片末端又对称两组四孔 经过修复 原本铜煞下部拱形状铜片上 垂叠赞刻的轮廓线条清晰起来 形似人脸面具 眼鼻凸起 凸凹有致 这张脸是谁 究竟有着何种含义 我们这个是 当这一块是圆当 而且上面有牙齿 更加夸张一点 杀这个东西 在整体里说了个性质的话 是正权的记得 就是一种什么 丧葬上一种 长官的一种丧葬仪器吧 是不是这种增加这种 人面或者这种夸张一点 这种手法呢 是不是更吐现出它的一个神秘 铜煞的修复 让考古队员 对石家墓地的了解 更加深入 此时 宁县的考古现场 在几天的辛苦过后 在M216观果之间 考古队员清理出一组青铜礼器 包括顶 鬼 方胡等器物 与此前发掘的M38号墓葬一样 M216随葬器物 以名气为主 略做清理 同样也是七顶随葬 又是一座七顶墓葬 死后极尽奢华 生前也必定尊贵 M216号墓葬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 让考古队员更加好奇 墓主人的身份 这种大小的级别 一般是这种石家墓地的一种最大的最高级的墓葬 对深度也可能有关系 就是十米以下 这个也是一个指标 再一个来就是这种里气吧 就是七个顶吧 这就是从山越多了 而至它的等级越高 各方面指标来综合参考的话 它就是一个大墓 但是出于谨慎考虑 考古队员并没有在现场打开内观 而是决定将M216号墓葬的内观 整体打包送往实验室内进行下一步的清理 沾的话也沾不起来 整体打包就会公布了 墓葬就把这个切掉 把周围全部切掉 墓葬主人到底是一方诸侯国君 还是另有身份 或许到时会得到解答 2017年11月 M216号墓葬内观打包运输完成 它将被送往兰州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清理 与此同时 完成打包后的考古队员开始发掘 位于M216号墓葬北侧不远的另外一座大墓 这座编号为M257的墓葬 从勘探面积来看 墓葬长宽居然达到了9米乘6米 这比此前十家墓地发掘的任何一座墓葬 都大 难道这座大墓的主人 比以七顶随葬的M38 M216的墓主人身份地位更加高贵 257号这个墓葬是我们一座年发掘的一个墓葬 当时看到这张显示是一个6乘9的 我们就感觉是这墓怎么跟我们挖的 一定就挖的4乘6的这种 216啊 过38 39 几倍怎么更高了 就是当时我们就对墓 表示很感兴趣 按那下心中的兴奋 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 随后的发现出乎了现场所有人的意料 当第一个探方打下去 手产逐步刮去表面的泥土 考古队员居然没有找到墓矿线 也就是墓葬的边缘 这个挖这个墓我们是相当纠结 因为每天发掘的情况不一样 找不到边很纠结 每天找不到边 深怕是不是挖错了 是挖到别的地方去了 但是土是活的 不挖不下 四周的土下面都是活的 没办法 硬直头边往下 但是就是我们没办法 就拿着碳杆侧打的空 不是都竖着打吗 我们侧打 三米的碳杆侧打完了 还不见底 如果最长了 我们戳不进去了 每次这样 挖三米最大 挖三米最大 还是找不见底 通过不断扩大探方 M257号墓葬的范围 也开始不断向外延伸 最后 考古队员居然刮出了一块 长16米 宽11米的超大型墓葬 这将是石家墓地发现的 最大一处墓葬 从以往的发掘资料来看 春秋战国时期 墓葬的规模是墓主身份等级 最直接的象征之一 那么 石家墓地这座超大型墓葬 墓主人生前 又会拥有怎样的身份地位呢 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同时也不由自主 放慢了发掘进度 他们不想错过任何蛛丝马迹 但是 紧紧向下发掘了一米左右 就出现了意外的情况 考古队员的首产下 居然发现了生土 结果扩出来以后 长度可能有个16米 快有11米左右 这么大了一个 这么大一个框子 我们当时觉得很兴奋 结果我们挖到一米的位置 结果是 这个框子收了 就为啥呢 就是这个土变生了 就是我们叫死土 构下叫死土 就是没有人能活动的这种土 叫死土 没发现这种土死了 便去收了 生土也就是未经扰乱过的泥土 在墓葬发掘中 出现生土通常意味着 墓葬已经到达底部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 石家墓地的大型墓葬深度 往往在10米以上 但此时 M257号墓葬的发掘深度 只有一米左右 这显然不符合常识 来不及仔细思考 M257号墓葬的发掘 仍在继续 很快 考古队员有了新的发现 说了以后呢 我们就 当时就是 怎么有台阶呢 当时不该想象 而且在台阶上 我们发现好多 打碎能串事嘛 就是铜煞 包括这种 七线事之类的 都是碎片 这是一些被打碎的铜鱼 在此前石家墓地的发掘中 曾经出现过 它和庆形式一样 作为一种官式 悬挂在外观上 器物很常见 但出土的位置 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 因为此时墓葬的棺果 还没有出现 从常理推断 棺室应该在棺果周边 现在为什么会出现在 远离果室的田土中 仔细观察 这些破碎的铜鱼 一个不祥的预感 出现在考古队员心头 难道这座超级大墓 已经被盗墓贼截足先登 但之前清理地表时 考古队员明明没有发现 任何可疑迹象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因为这座第一层 因为我们不是高学了 一个文化层吗 就是一层一层 那种同时同色的 派别出来的 这种文化层 我们要画出这种线 因为当时我们画线的时候 第一层是完整的 就是非常叫完整 就是这个线是没有说 之前有一个是盗洞 或者有一个什么 晚期一记把它打破了 没有发现都是线条是连续 连续分布的这样 一条一条分布的 从历史资料来看 盗墓贼打下的盗洞都很小 通常只能容一个人上下 但是发觉至此 M257号墓葬的填土中 并没有发现这类明显的盗洞 那么如果墓葬被盗的话 就只有一种可能 盗墓贼将整个墓葬的填土 全部掀起 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很容易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即便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盗坑 在后期自然填满之后 地表一定会留下洼地 可是考古队员在现场 没有发现这一类迹象 难道盗墓贼在得手后 还花费了时间精力 将盗坑填平吗 我们当时第一个现象就是 是不是被盗了 但是被盗之后 为什么它盗墓 我们这几年发现的盗墓 都是一个盗洞下去的 但是这个盗墓 我们第一次发现 是这种大接顶式的盗墓 但从盗墓来说 这个工程的工程量太大 而且它是这么大的盗墓 它肯定引起一个关注 考古队员感到匪夷所思 只能继续向下发掘 寻找答案 在距离地表十米左右的位置 考古队员发现了 果盖板的痕迹 此时墓葬的范围 已经缩小至四米乘六米 但是考古队员发现 M257号墓葬的果盖板 已经被严重扰乱 从残留的灰痕推测 果盖是被人整体掀开 这很明显不会是下葬时所为 此时已经基本可以确定 那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了 大木离奇被盗 这个是确实当时是出乎我们意味的 说是豆墓在 但是我们还是在疑惑的 为啥呢 不是四成六这么一个 为什么要挖这么大呢 这个豆墓是不是太令人不可思议 这种事就太大了 而且是在果盖板这一块 也发现这种就是完全是这种 就是完全被揉了 不是说是打一个洞下去 这种完全被扰开了 而且在果实里面完全是 像第一层吧 我们发现这种完全是 全部是碎片化的 但即使墓葬被盗 也有可能留下一些陪葬的器物 与墓主人身份有关的线索 或许就藏在这些器物中 考古队员只能继续清理 直到接近墓底 他们才真正意识到 大木可能已经空无一物 关果之间的随葬器物一见不见 此前预想的青铜顶也没有发现 墓主人究竟是随葬七顶还是更多 现在已经无从考证 大墓主人的身份已经彻底消失在 历史的长河中 现在已经 内调是一个现在是没问题了 内调的这个现在更远的内谷 不过在清理居中的棺木时 考古队员发现墓主人海谷还在 但是却被人围绕乱成一堆 仔细观察这堆骸骨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 墓主人的腿骨上有砍纱的痕迹 难道M257号墓葬的主人 在两千多年前的某场战争中战死后 被草草炼葬 但因其身份显赫 战争结束后被牵制石家墓地下葬 所以他的骸骨才会被堆成一堆 而且腿骨上会有砍杀的痕迹 为了解答这个疑问 考古队特地请来体制人类学家 对M257号墓葬出现的海谷进行检测 但是结果却让考古队员大吃一惊 从残留在海谷上的切口来看 体制人类学家确认 这些伤痕是在墓主人死后砍上去的 面对扑朔迷离的线索 拥有丰富考古经验的王永安 产生了一个大胆猜测 为啥形成这个现场呢 盗墓不是这样的呀 所以说我们觉得 是不是有一种谢斯芬这种感觉呢 所以说到了第二次 我们就把这个说法推翻掉 说不是盗墓 就是回墓吧 就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什么 出于这种经济利益 或者是一种什么利益 就是把什么东西拿走的问题 而且是出于一种仇恨吧 打碎 而且把你这个墓主人看两道 就不仅仅是个回墓性命了 不是盗墓 而是绝墓会诗 M257号墓葬 深埋于地下十几米处 到底是怎样的矛盾 让毁墓者如此大费周章进行毁墓 被毁的究竟是谁的墓葬 毁墓的又是何人 重重疑问 笼罩在十家墓地上空 但是现在考古现场的工作 却不得不暂停下来 因为此时的甘肃已经悄然入冬 寒冷的天气让土层开始变得坚硬 这样的条件下 考古队员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发掘 尽管十家墓地已显示出诸多的历史信息 和研究价值 但仍然有许多未解之谜 或许更大的秘密还被埋藏于地下 静静等待着考古队员 下一次的探索